2016年我们有太多的感恩 我们感恩很多事 我们对很多人要说感谢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一个团队 他们有很多的谢意要在现场跟大家表达 但是首先我们要谢谢这个团队 因为他们取得的成就举失瞩目 我可以看着马林那种超能力的 所以成体第一局打得顺风是水 马龙的这种自然反应 还是在整个男子排队里 我觉得最坏的 首先让我们欢迎马龙 马林 陈启欢迎 王涛欢迎 刘国良 感恩大会 所有的来宾已经就位 不知道五位谁第一个要发表感恩呢 那马龙那你先来 首先还是感谢这些所有的球迷们吧 特别是你们在过去一年里给我的支持与鼓励 才能够让我走到现在 让我非常感动 我也很高兴能够成为你们的榜样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给予你们正能量 另外我也要感谢之前的队友对手 现在的教练王浩吧 因为感谢你终于退役了 谢谢 谢谢 好的 我刚才在台下跟响哥私聊了一下 我觉得其实响哥更适合当运人 比颜值的话我更适合当主持人 是这样子的 我们领解派下的一切从领开始 因为我们会总上领党派 因为刘老其实也说过 我们所获得的成绩不是第一个 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所以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 所以还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吧 三二一 国拼永远强大 好嘞